爱面子的我又不想低头认错 我觉得当时我有自己坚持的理由 小婷也不能这么任性吧 没有顾虑到我有没有空 就要求我一定要帮她的忙 而我知道这样很矛盾 不想低头认错 又想要保持这段友谊 但是不知道怎么跟小婷和好 也想不出法子来 希望老师可以帮帮我 固执的小起诉 OK 好 那我想那个 是啊 是啊 这一位个案 他在最后属于固执的小起诉 然后我看他从信件的内容里头 叙说了很多自己内心的一些 一些痛苦的感受 那我们一起来看 比如说我们先看到他的这个朋友 就是这一位小起诉的朋友 小婷 对 小婷 对 我想他的人际互动里头 还是其实有一些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地方 比如说他觉得你好狠 然后 这是一句蛮重的话 对 这个背后在人际沟通的意义气 它凸显的是 我觉得你一定 你必须 你应该 怎么样来对我 OK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一位个案 小起诉 他当时的状况也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他拒绝了 那我想这个冲突就来了 那所以在这个 从这个点来看 我倒是比较想要稍微帮小起诉说话 我也是有这种感觉 是 那我想在这个部分 如果从人际关系的这个问题的解决的角度来看 事实上他可以做一些处理 那这个处理一般我们把它叫做关系的修补 因为人际关系不见得都一成不变 OK 那现在事情发生了 那确实也不是那么理想 我们试着去修补 那可以修补什么呢 我给小起诉一个很简单的提示 可以低头 但是不必认错 为什么会这样 可以低头不必认错 对 那低头的原因是因为他还是期待 他可以修补关系 因为他还是很在意他的这位好朋友 那不必认错是在理性上 事实上在人际互动的部分 适度的拒绝 对我们小起诉来讲 其实是有帮助的 那等于说他划分一下那个人际的界限 我在什么时候 我有多少能力 那我的情境适不适合帮到 我也希望对方可以了解 其实是这个意思 应该人跟人相处是一种 互相尊重的关系 而不能只是说 有一方他一昧的配合 或者是说有一方他一昧的要求 因为这样我觉得好像会有点 失去平衡的感觉 对 我想尽尽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感受 就是读了这封信件之后 就心有栖栖焉 对 心有栖栖焉 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就会 有点像小起诉这样 就会是说自己的那种解打不开 执着在那个垫 然后你会开始去怀疑自己说 是不是我错了 但是你的认知又告诉自己说 可是我不知道我错在哪儿 对 真正的感受 其实你是做当下对你有帮助的事情 对 而且我会觉得说 今天你以他的例子来讲好了 我觉得你没有我 你还是一样可以去完成你该做的事情 是 可是你不能因为这样子把你所有的东西跟罪恶 全部推到我身上来 都到自己身上来 对 我觉得这样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 所以提醒小起诉 可以低头修补关系 但是倒是不必认错 因为认错对他来讲可能也是一个伤害 他会很委屈 是 谢谢老师 小起诉听到了吗 可以低头但不必认错 我觉得这个观念很好 因为在人际相处的过程里 本来就会有很多的摩擦 但是透过适当的方式 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 也不会委屈了自己 你还有秘密吗 如果你有说不出口的秘密 请你写信过来 让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故事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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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现在收看的是第四频道 打狗频道 最新的味觉里面 为您传递健康养生的保健之道 拥有未来 追求健康 每周三晚上九点 请锁定Channel 4 健康九点 上网就是要BB宽屏 BB宽屏推出母亲节回馈方案 现在申请BB宽屏 就有机会获得Sony笔记型电脑 再送你700元70元券哦 详情请查庆联港东有线电视 5月份游戏活动开始了哦 BB仅好累 6妹几要650元 最高送笔券1000元 请下庆联港都3401991 高雄从工业城市变成水岸城市 因应由你的意见加入与参与 给高雄不断改变的机会 与我一起改变高雄 高雄亮起来 看电视三步骤 一 拿起遥控器 二 切换到BBTV 三 爱怎么看就怎么看 BBTV数位家庭聪明选子 相信请查庆联港度 有线电视 好不好吃 他还正在